这只斑马妈妈为了生下自己的孩子 她复杀了一起 她躺在地上 有时候就难以想象的配置 她想把肚子里的宝宝 抱到这个世界上 可是宝宝去 她已经怀孕了360天 本来今天应该是她最幸福的一天 可是就变成了她最绝望的一天 她不想就这样放弃 她想见见自己的孩子 想和她一起在草原上自由地跑 她的同伴们都来了 他们是她最好的朋友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支持着她 有的赶走徒旧 有的为她放哨 有的给她鼓起 还有一只斑马妈妈 带着自己的孩子过来看她 她也是母亲 她能感受到她的痛苦和期待 可是她也无能为力 斑马妈妈又一次拼命地挣扎 用尽所有的力量 只为了把孩子生下 这就是母爱 为了孩子 哪怕付出生命也在手里 可是小斑马 她是没有成量 斑马妈妈已经没有力气 她最后一次睁开眼 看着周围的同伴 和那只斑马妈妈 心里充满的遗憾和不死 然后她就不动了 她和肚子里的宝宝一起走了 母爱有多伟大 我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这片草原上 危险无处不在 死着野狗 突就都过来吞噬她和她的孩子